有家庭的女人千万不能做以下三件坏事 尤其是最后一件 千万别做 第一件 接受其他异性的嗜好 希望所有已婚女性都记住啊 这个世界上呢 除了你老公 其他异性对你再好 再温柔 你都要给他保持距离 不要觉得你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懂得拒绝异性对你的嗜好和关心啊 迟早呢 有一天 你是会引火烧身的 没错啊 刚开始呢 你们是没有过分的行为 但如果说 你们一直去平凡的互动 那么关系就会变得暧昧不清 开始呢 是聊天 后来就是见面了 再顺便看看电影 约个饭 喝个小酒 打个手 那你自己来拼一拼 这离背叛 还能远吗 第二件 对外人 比对老公好 有些妻子呢 对外人温柔体贴 笑脸相应 对老公呢 冷言冷语的各种嫌弃 还动不动就拿外人跟老公做对比 你真的是傻的 你真是傻的彻底啊 你要搞清楚 老公才是跟你最亲 陪你到老的人呢 你呢 却把外人看得比老公还重要 甚至为了外人 跟老公吵架 人家是帮礼不帮亲 你是直接胳膊肘往外拐 多傻呀 最后一件 就是把攀比适用当饭吃 适当的攀比 是利于进步的 过度攀比 就会迷失自己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过得好 觉得别人家老公浪漫有趣 别人家的小猫乖巧懂事 谁家的锅底都会有 别人 也只是把你看到的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了 人家的鸡飞狗跳 你并没有看到 所以啊 别总是羡慕别人 说不定 别人也正在羡慕着你呢 珍惜当下 只做成乐 婚姻才能够越过越好